群麻症爆發又紅又癢 明明到了冬天 過敏卻是越來越嚴重 原來是因為穿的太過厚重 穿太多不透氣又發組織胺 釋放加上毛衣的纖維比較粗 刺激摩擦就容易導致群麻症發生 冬季保暖的選擇棉質比較好 肉乎乎的薑母鴨羊肉爐 進補食材竟然也是冬季 尋麻症的元凶之一 太過燥熱血管擴張就容易發紅發癢 可以用清淡熱湯来取代補湯 羊肉爐或一些比較補品的東西 這樣子容易造成我們身體的 血液循環比較好 事實上血液循環好 它的原因就是說 會造成血管容易擴張 那血管容易擴張之後呢 有些民眾他可能有一些 敏感的體質的時候 就會釋放出一些阻滋胺出來 最後冬季乾燥 全浮微粒增加也是空氣中的 過敏原之一 外出時 佩戴口罩 保暖進步用對方式 擺脫冬季上門的尋麻症